第三天的赛事已经结束了 盘安榜上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第一名仍然是冠军的两百成八干 而第二名是两百一十二干 第三名是赵良的两百一十四干 赵良 恭喜你啊 谢谢 我只是运气比较好一点 赵良 你对于作为一个新人 目前排名第三 你有何感想啊 我想 如果说我今天有这样的成就 我要感谢一个人 吴力 你过来一下好吗 没事 过来 来 好 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小姐 她叫吴力 是我的未婚妻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吴力小姐 请你谈一谈 你对赵良学手的看法可以吗 赵良对我很好 我们很相爱 他们看起来非常的幸福 真是天生的一对 吴力小姐的父亲是长城集团总裁 会不会有人认为你是为了钱才跟她结婚 说实话 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认为 可我并不介意 因为我努力 我相信不用潘龙富凤我就能成功 我一定会赢得这次冠军 向他们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 嗯 没错 我未婚夫有这样的成功 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 与长城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听说吴总反对你们的婚事 请问这是事实吗 呃 吴力父亲并没有反对我们结婚 他只是希望我成功以后 才能和吴力一起结婚 所以我想见你们频道向大家说一下 呃 吴总你好 呃 我一定会努力取得这次冠军 我一定会把奖杯放在你面前 我希望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啊 你想问什么呢 哦 吴总裁 我想问一下 你会不会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呢 哦 我还是不赞成他们结婚 那即使赵梁拿下了冠军 你还是同样会反对他们结婚吗 嗯 如果赵梁他真的拿下了冠军 也还是不会改变我对赵梁的看法 那能不能请吴总裁说得更加明确一点 我曾经和赵梁一起谈起过我女儿的婚事 但是从整个的谈话内容看 他还是根本不理解我的意思 一句话 我不可能把女儿交给一个不成熟的男人 我真不明白吴总他到底要我 要我做什么 我还是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了 可他还是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就说过嘛 这个就叫做缓冰之计 我想他这么做一定是有计划的 我想你们两个都先不要着急 想想下一步赶紧办 你放心 哪会同意的 我看没办法了 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了 如果我爸还坚持他的看法的话 我们只有对不起他了 赵梁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你一定要好好打 我们的路 我们自己走 答应我 不要受任何影响 好吗 是啊 我们的路是我们自己走的 五力 从今天开始 我再不会听吴总要我做什么做什么了 我要拿冠军做我们结婚的礼物 来 干杯 干杯 各位观众好 欢迎大家再一次地准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现在为大家直播的是 第九届上海冠军杯高尔夫邀请赛 最后一轮的比赛 到目前为止 排名第一的选手是208甘 第二名是212甘 第三名是赵梁选手的214甘 排名第四的选手是216甘 真不可爱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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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加油 各位观众 比赛目前来到了第十七栋 目前上届冠军和赵良选手 共同排名第一 到底谁会成为这届的冠军呢 这一次的比赛 赵良选手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接触 作为一个新人选手来说 在这样的大比赛里头 能有这样的成绩成熟无意 我们也预祝赵良选手 在这次的比赛能够得到好成绩 比赛进行到现在已经进入白热化了 最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也请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给我十号杆 赵良 你想直接上球啊 是啊 因为我要拿到冠军 赵良要拼球了 赵良选手 他选择了十号杆 难不成他想要拼一次吗 中军的水障碍应该不是问题的 但如果想要一杆进洞 这个难度可就很高了 如果成功了 真的就可以得到本次的冠军 真的就可以得到本次的冠军 太可惜了 真是太可惜了 真是太可惜了 赵良 还想拼 我并没有说 上了国陵 凭了标准干的话 我们还可以打岩石赛 我告诉你了 要是上不了国陵 你就死兵了 他还要继续拼啊 既然他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我想他应该有信心的吧 嗯 我想不到最后关头 他是不会放弃的 我对他很有信心 我们的赵良选手 继续选择拿十号杆 他还想去拿 这次又失败了 这次失败以后 他想要取得这场比赛的冠军 机会将会越来越少了 啊 小赵 别在导 要不然连名次都没有了 啊 不会吧 他还有聘啊 武力你快劝劝他 我相信他 我也一样 又失败了 赵良选手一直选择十号杆 经过几次失败之后 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如果再失败的话 冠军可以说完全没有希望了 因为他已经失败三次了 赵良不断地使用十号杆 但是同样的 他不断地遭受到失败 到目前为止 真的没有人知道 他的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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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着你 加油 我们来关注一下赵良的情况 如果他再一次失败的话 将会丧失比赛资格 我们在此衷心地祝福他 这一次能够成功 啊 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 一分一秒都没到泪水掉下来 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 只有你勇敢跟我来 爱不用刻意安排 赵良选手已经准备好 要打这一球了 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 享受现在 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 许多奇迹 我们相信才会存在 此刻都要爱 不历历去知不痛快 赵良选手 成功了 成功了 终于剑洞了 努力的十二次终于成功了 一干就剑洞 真是不简单 恭喜他 这小子 总算懂了 不可当微笑无痛快 举手会变心白菜 把一天到彻尺沫而来相爱 一分一秒都没到泪水掉下来 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 只有你勇敢等我来 爱 不用可依而满 应感觉去亲吻相拥 就会很愉快 享受现在 别开怀就怕受伤害 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 这场比赛谁获得的冠军 很可能五年之后 没有人记得 这场比赛冠军到底是谁 但是赵良试了十二次 终于一干进洞 这可是高尔夫球界的奇迹 真是让人难以忘怀 干杯 赵良 你真是厉害 真的是一干进洞啊 无力 对不起啊 可惜呢 这次我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冠军 冠军啊 已经不重要了 你简直改写了高尔夫的历史 无人可比的历史 是啊 你看 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你喝彩 我觉得那个冠军 好像没你受欢迎 就是啊 你们都没有看到那个冠军啊 脸臭得跟沈秘一样 一凡 对了韩威呢 他刚刚说有点事情 可能会晚点来 我们自己先庆祝吧 好 来 干杯 干杯 说鬼到鬼就到 来 坐 我受人之托 带了个客人过来 是想见赵良的人 你们想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谁啊 哦 该不是有人找赵良 当体育用品代言吧 看了就知道了 哇 这么热闹 爸 吴总裁 是吴总 是吴总他想来见见大家 所以特地让我带他到这里来 爸 你怎么来了 我不应该来吗 您应该不是来 反对吴立的婚礼吧 请 过来说话 不好意思啊 吴总 没关系 是真正的朋友 才说这种话的 坐坐坐 请坐来 都坐坐 赵良啊 你打了场好球 谢谢 可惜这次没能拿到冠军吧 赵良啊 我看了整场比赛以后 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无法解答 其实你完全可以利用严实赛 跟冠军争夺第一 你为什么放弃 我没放弃啊 我一直想要赢他的 可是当我发现 我一杆又一杆 击打球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 你不允许我跟吴立结婚的原因 你明白什么 以前我认为 你觉得我没资格结婚 是因为我没有成就 所以我一直希望 我在这次比赛中 夺得冠军 可是我发现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是我自己努力了 这回你就想对了 虽然说他赢得了冠军 可是他还是输给了你 所以吴总 在这儿我向你赔礼道歉 你说得对 我还不够资格娶你女儿 所以我觉得 希望能够再证明 我的实力之后 再娶无力 不用了 我看了你的整场比赛以后啊 我觉得你已经 彻底地领悟了人生 所以我决定 你们袁玄定的婚礼 我参加 爸 你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韩威啊 谁给我女儿操办婚礼啊 啊 吴总你好 我是田一凡 哇 真漂亮 一凡 你听好 不管花多少钱 我一定要我女儿成为 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 没问题 爸 谢谢你 你问在我心中 是否还苦难 那次受伤风却离开得好 谢谢你的关照 我一切都好 一个人不算困扰 爱虽然很美妙 却不能为了寂寞 悠闲的你叫爱要 男性等待仔细寻找 感觉很重要 宁可空白了手 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会遇到 被的人出现 在眼上 那死流过的泪 让我学习到 如何去 如何决心不要 在眼泪体会到 与自己幽默 爱不是一种需要 是一种对焦 爱虽然很美妙 朱卿姐 你肚子看起来越来越大 好像遮不住哎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人家不都说 怀孕的女人最美丽 是不是啊 你呢 不管怀不怀孕 都很美丽 我觉得这套礼服 很适合珍珠项链的 我帮你去拿一条 好 来 走吧 走吧 韩威 你来看 我们像不像天生的一对啊 还行 还行啊 婚礼的时候 你要抱我进洞房的 那 你先来试试看 能不能抱得动我 不要 语 朱卿 你不要闹了啦 不行 我非要她抱抱我 来 来 来 朱卿 朱卿 你俩好吗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怎么了 没事吧 朱卿 朱卿 你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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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卿 你干嘛 别笑了 肚子里的宝宝小心一点 朱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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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朱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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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朱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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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了 正好你妈妈熬了鸡汤 我帮你盛一碗 喝一点好不好 来 来 好 喂 汤 我叫他们回去了 让他们早点休息 谢谢你 义凡 你也回去吧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主亲 主亲 你有什么事情去说出来 不要放在心里面好不好 你想哭就哭吗 有什么好哭的 这孩子本来就是个错误 现在没了 小刚也不用内疚 还我也不用娶我 大家又可以恢复以前的生物 不是很好玩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主亲 主亲 当初你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支持你 也很佩服你的勇气 那时候还说 如果孩子生下来 我们四个都要当他爸爸妈妈呢 早知道是这样 一开始就应该把他拿掉 老 一定是老天爷知道 我没有当妈妈的资格 才把他收回去的 不是的 你不可以这么想 孩子离开你 是到天上去等待啊 他想等待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出现 他就会回到你身边 真的 真的 这孩子离开 我想或许代表了 老天爷需要你找到一个 真心相爱的人 只有找到真心相爱的人 才可以孕育新的生命吗 好了 不哭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呢 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把这鸡汤喝完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好不好 来 来 来 叔 瑶瑶 小可 依依凡姐 怎么了 这里有几封黑色的信封 我也不知道 谁 谁会系这种 乌气麻黑的信啊 这是黑寒嘛 黑寒不就是黑色的信吗 你们在这儿干吗 怎么了 美人一封 请着黑色服装 带着你黑色的心情 来参加我的黑色聚会 转发动作词 词曲 李宗监 《恩苏监》 词曲 李宗监 祝琴 竹青 这里是鬼屋吗 什么都是黑色的 好厉害哦 竹青 你还好吧 怎么回事啊 他这是怎么了 竹青 你还好吗 进来吧 谢谢大家 接受我任性的要求 来参加今天这个黑色的聚会 这是我为我自己 还有我还没出生的孩子 所办的葬礼 在我二十四岁之前 我根本不需要婚姻 更不可能怀留现在的孩子 因为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养大 当母亲的苦 我知道的太多了 可是当我怀孕之后 我才知道 她母亲不是只有辛苦的一面 还有更多的喜悦和希望 这个孩子是个意外 虽然这个意外 伤害了许多人 但我以为 这个孩子是来补偿我的 我可以爱他 和他一起分享生命 没想到 没想到老天爷 还是把他收回去了 也许老天爷觉得 我根本不配拥有这个孩子 也许老天爷觉得 我不懂得如何去爱 可是这对我公平吗 我从来没有被爱过 从小 我一切靠自己 谁关心我 谁在乎我 谁爱过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我是爱你的 我像亲人一样 一直都爱你的 不是吗 很好 那我死了以后 你应该会怀念我 他在说什么 他是不是喝醉了呀 主亲 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你啊 关心 你只关心亦凡 我好悲惨啊 让我怀孕的人 满脑子都是一番 要跟我结婚的人 爱的也是一番 一番 你不觉得你拥有的太多 我有的太少了吗 只有我的孩子 我可以确定 他一定爱我胜过爱你 可是老天爷 却把他收回去了 这注定 我永远得不到 完整的爱 阿威现在 不用跟我结婚了 他是你的 连老天爷 爱你 都比爱我还要多一点 原来你想用这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的生命不用你管 你这样干吗 怎么样 你清醒点没有啊 你不是要恨我吗 我就让你恨 我不许你用这种发誓结束自己的生命啊 你干什么你 你今天想把我都死啊 是啊 你不是想死吗 那我成全你啊 不要 你 你不是想死 就先知道死的滋味啊 天一凡 我就知道你恨我 盼灰 救命了 怎么样 知道死亡的滋味了吧 再试一次啊 放开 你放开我 我就不放 你 我不放手 你不是想死吗 放开我 我不放 放开 放开 没想到你这个女人 也会这么破烂 你以为破烂就是你的专利啊 算你厉害了 我不想死了 我现在不想死了 我不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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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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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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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青 看你一脸失望的样子 以为我是依凡娜 不是 我觉得奇怪 你这么早来找我干什么 为什么不能来找你 你还带着行李 要出国 出什么国 我是来度假的 人家说流产跟生产一样啊 也要坐月子补身体 将来才能有本钱再去生孩子啊 虽然我没有结婚 不过帮我这个前卫婚妻补补身体 不是很过分吧 可是我每天都要上班早出晚归的 哪有时间照顾你啊 你怎么不请朱妈妈帮忙呢 我妈她忙着谈恋爱没空管我 又让我在这儿住几天又怎么样 可是 可是这个 可是什么 怕依凡误会对不对 怎么会的 你对依凡的心意呢 我早就知道了 反正我们现在不用结婚啦 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这依凡了 可是 又可是什么 我就知道 你这个爱情的胆小鬼 要是没有我在后面推你一把 你这辈子应该都不会有什么行动了吧 哎 看在你之前对我这么牺牲跟我结婚 我呢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所以追依凡的事就交给我啦 可是 不知道依凡她 不知道依凡的心意呀 你放心 根据我女人的直觉 依凡对你是非常动心的 只不过她的个性跟你一样 没有人逼她她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我 可是我不想逼她呀 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要彼此尊重吧 如果说 我又不是强迫她喜欢你 我只是让她好好面对自己 怎么样 你不相信我啊 只要你让我在这儿住几天 我保证让依凡的心意表露出来 而且 我还可以帮你出主意追依凡呢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来养身体的吧 总算知道了 我跟你说 只要我们演几天夫妻相爱的戏给依凡看 看她会不会吃醋 就知道她的态度了 我真是服了你啊 老公 我肚子饿了 煮早餐给我吃啊 一番都是这个时间出门的 韩威 晚上要记得买猪肝猪腰回来 还要带一只拳击哦 朱青 一番 你要上班呢 这么巧啊 那 叫韩威送你去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朱青她 我刚流产嘛 身体不太舒服 就让韩威照顾我几天 你可以住我这儿 我也可以照顾你啊 你 要不如煮东西 我在你家吃什么 不说这么多了 你们两个赶快上班吧 上班咯 一番 我上来韩威家吃饭 韩威多买点菜哦 好 好了好了 再见 我是要早点回来哦 把一番送到公司 知道吗 快 干吗 快 快 好 好 朱青 他是 早上突然跑来 说要在我家住几天 朱青就是这种个性啊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我早就习惯了 有的时候真想不透 你跟朱青怎么会是好朋友呢 你们两个人的个性 根本就完全不一样嘛 我们从小到大呢 每次都爱吵架 朝到现在呢 仍然还是像姐妹 这样 真羡慕你们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先来 先来 让一让啊 好 来来来 道手当心啊 好好好 太多东西 干啥啊 不好意思 来来来 不好意思 你怎么会啊 这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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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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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这么多东西 从我决定跟你结婚之后 只要在路上看到婴儿用品店 就忍不住会进去逛逛 一不小心就买这么多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只要孩子一出事 马上就办离婚 我只是想让这个孩子名义上有个父亲 你为什么还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在店里看到那些婴儿用品 就想起乖乖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在刚刚当上主播 工作 工作很忙 而乖乖的事 几乎都是如鱼一个人在打理 有一次乖乖生日 我好不容易 除空 给乖乖买了件衣服 却发现尺寸完全不对 我这个当爸爸的 连孩子长得有多高 其中 其中有多少我都不知道 乖乖第一次返身 第一次走路 我都不在 他会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爸爸 但是我却不认识他 我却不在他的身边 清儿听到 你肚子里的孩子 虽然不是我的 但是我很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重新 在当一次爸爸 这次我要陪他一起长大 在他第一次 叫爸爸的时候 能够在他的身边陪伴他 只是好可惜 这孩子没了 我必须承认 不敢释放我的真情 我必须承认 所以我相信 也会是你的问题 太多太多的激情 但应该特别喜欢 尽力 费是你的 除了回礼 是你 绝对我的伤心 夫妻 是你 决定 我的伤心 就是你 重新相遇 我会用感觉拥有所有的你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如果我们还会 重新相遇 我不会让你决定我的伤心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如果我们还会 重新相遇 我不会让你决定我的伤心